五纪实际上是在谈到了作为神的百姓 与上帝相交当中的基础 也是维系这种关系的至关重要的五个纪 往往我们对五纪可能不太明白的时候 也不晓得其中的恩典 实际上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 赐给他们律法礼仪以及会墓各样制度 其中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系与自己的关系 那么我们从创造的这个原理来看的话 人这种存在其实根本无法离开上帝去生活 不管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身体本身其实都出自于神 而这种身体他的生命继续维系 也需要吃喝上帝所赐的地上的土产 水空气等等 那更何况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也造我们属灵的生命 赐给我们灵魂 吹声气在我们口中 使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的生命 因此人就不同于动物 虽然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是高级动物 当然也不是达尔文发明的 包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高级动物 然后觉得自己挺有文化的炫耀的 然后我们人是高级动物 其实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多么愚蠢 把自己的存在和那些吃草的吃腐蚀的 目光只是定睛在今世的那样的畜生同类相比 再高级的畜生仍然是畜生 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副德行 因为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成畜生 所以活着的像畜生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把传统的儒家的思想摧毁了 那些迷信那种超然的信仰摧毁了 然后又加上那种唯物的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 人真的就像活的连畜生都不如的生活 看看现在这个人其实就是这样 对人真正是怎样的存在呢 除非他回到造他的上帝面前 不然的话人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五纪实际上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种存在要想活的真正有尊严 作为蒙昭的神的百姓 不管是以色列新约的教会一样 必须建立在与上帝正常的关系上 正常的关系上 他的思想 他的说话 他能够在地上吃喝嫁娶 耕种盖造 能够生养众多变满 地面治理这地 能够正确的按照上帝所造他的时候的目的去生活 而不是像个畜生一样 只是为了吃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去生活的话 他必须得明白和上帝交通的重要性 那上帝赐下五纪 并不是劳累以色列百姓 当他们把这帮 你仔细看圣经 这帮一无是处的这些人 从埃及里面带出来 然后带到旷野里面 充满了抱怨 不信 贪婪 私欲 骄傲 顽耿 忘恩负义 这样的人带领出来之后 又教导他们武器 并不是要牢笼他们 而是告诉他们做人应该真正的生活 人应该怎样生活 才能活出人应该有的样式来 所以当人们去思想这个五纪的时候 他才能发现自己是谁 自己的问题所在 自己的生命和出路是什么 如果不明白五纪的话 第一 他也没有办法和上帝维持正常的关系 每一次思想五纪的时候 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开了个后门 这个后门不是匆匆忙忙 就忽视我们的罪 就那样爱我们 这个五纪乃是告诉我们 如何恢复持续的与上帝正常的关系 第一纪我们讲了番纪 说到上帝为我们的罪 解决我们的罪 我们整个生命和人生都应该属于他 归于他 然后第二我们又讲到了这个素纪 不仅我们这个人归给他 我们的生活工作劳动也是属于他 所以其实他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看待我自己 我不是我属于我 我如果不为神而活 其实我就不能说我是现番纪 那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 我赚了钱 我存在银行里 我为了我自己用 如果这样的生活呢 那你就说素纪你没有线上 是吧 所有的一切都是赏赐 是出于神的 没有一样是我的 我这个人都是上帝的 理所当然应该在神的面前作为番纪活 然后我的劳动工作能力机会 才干智慧都是神的 当然劳动成功也归给神 以色列百姓一 秋收结束之后 出书都裹着第一作的反应 不是去祭神 不是去拜月 是献给耶和华 所以这种态度 这种生活的态度 他们活着的目标 思想里面充满的就是为神而活 然后第四 第三呢 就是为了那个在神的面前的过犯 所献上的罪 他们要献上这个平安纪 只有当他将自己献给神 他又在神的面前 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都归给神 这样摆证自己和上帝之间关系的人 他们才有资格坐在神的垫中 享受平安 一方面过着自私自利的生活 然后以事奉神为口实 然后内心当中追求 都是自己的野心和私欲 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有平安 绝对不会有平安 会有一种平安 就是自欺欺人的 他们以为自己如何如何 蒙神喜悦 上帝照着原样接纳我 这样的虚假的平安 先知书里面出现了很多这种虚假的平安 一方面百姓守着那种虚妄的节气 一方面犯着罪恶 然后他们却说平安了平安了 先知真正的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 他们却拿石头要打死的先知 所以你发现旧约里面并不是讲过去的事 是讲现在的事 睁开眼睛 看看现在的基督徒 我们不必要去判断别人 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 跟圣经里面讲的不是那些光彩的事情一致 而是跟圣经里面很多那些悲惨的事迹 找到自己对称的位置 这就是灵修 灵修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圣经教导的意思 同时也在这个意思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发现自己现在的状态 然后重新回到所谓的 回归圣经回到本源 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复兴 也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回转 以色列百姓什么时候发现律法的真意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自己的罪 然后他们就在神的面前痛悔的时候 这个被称为复兴 回转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 像附流的冬水一样回转 是离开了本位 重新回到浪子重新回到他离开的甲 回到他作为人 应该的这个存在的本身 做人本身 不是做什么宏伟大业 是做人本身 所以这是平安纪 只有自己的生命全然归给神 然后只有他将他的劳动成果也都归给神的时候 他这个秩序 造物主造他这个存在的秩序 摆正了 他的人生目标 所有的一切摆正了以后 然后平安纪是第三个 自然会享受的这个平安纪 然后第四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到了赎罪纪 赎罪纪比较侧重于和上帝之间这个礼仪方面 若有什么过犯等等 行罪得罪神等等 然后寻求这个赦罪 那这一切呢 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都解决了 基督成为藩纪 完全献给神 他来了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性 基督成为宿纪 他完全的顺从 他的生活动作都是作为纪物献给神 然后基督也是平安纪 那基督成为这一切 包括赎罪纪 基督成为这一切 基督不是为了自己 基督没有罪 如果他不刀成肉身 他永恒当中 他是第二位格的圣子 他和父之间持续着永恒的 无间的这种相交 他丝毫不需要来到这个市场 乃是因着父的计划 实行拯救 罪人无力从自身里面寻求救恩 所以他只能从来到这个市场 来成就父的旨意 来拯救这些失丧的人 那作为我们是被拯救的对象 所以我们就思想 他成为我的班纪 他成为我的宿纪 他成为我的平安纪 在他为我做的基础上 我与他与上帝和好 这也是以色列百姓 在西南山下那个角色 这也是新约教会 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的圣餐的桌前 领受的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 基督已经为我们赎罪了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 以个新的基础 完全是被上帝在基督里 看为无罪 实际上我们充满了罪 但是上帝却因着基督 赦免我们的罪 他替我们献了祭 所以他接纳我们 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和平 而这个和平呢 我们看到就像他们在 旷野里面领受了这个方法了以后 不断的犯罪 所以要不断的献祭 重新和睦 维持这种关系所需要的武器 要想持续享受 这个与上帝之间 这种持续的关系 我们必须透过武器来维系 那今天我们的圣徒也一样 我们今天看了这个武器的时候 要不断的过那种 不断的现身的生活 不断的这个感恩的生活 我的劳动成果都是神的 不断的然后经历到 因着摆证自己 重新获得赦罪的平安 然后也不断的仰望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流的血 一次献上永不不失效的那个血 获得罪的赦免 然后今天呢 进入最后一季 第五季啊 这个季呢 和赎罪季有些比较相似 但是又区分 有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学者们之间 也在争论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类似性和差异性 但是毕竟我们看还是有差距啊 比起这个赎罪季呢 赎罪季呢 比较侧重于 比较更侧重于 在神的面前的犯罪啊 礼仪上啊 不断呀等等 然而赎千计呢 更侧重于 不是说没有啊 他也包括这个礼仪上的过犯 然后更侧重于 人与人之间的过犯啊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赎千计大体上分为两类 第一个是干犯耶和华圣物的 这是五章里面记载的啊 第二部分就是干犯灵舍的 六章一到七节里面讲 第一部分呢 包含着涉及耶和华的什么 祭物啊 许愿的 七甲氏啊 首节啊 等等 第二个呢 就是具体的讲到了一些什么 跟林舍之间不忠 在交托他的世上不忠 帮你看个牛 邻居看个牛 牛整丢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在亏欠的事情上 不肯付代价 什么 比如说整丢了牛 本来应该赔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不赔啊等等 还有很多什么 抢夺呀 偷盗啊 欺骗呢 用各种方法从邻居那里面 从别人那里非法的获得物质财富 涉及到我和别人 然后物质和财富之间的责任和本分 忠诚忠信的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看首先就是这个 现仪式方面的包括所犯的罪 书千记里面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书千记更具体的解决的是 具体的事例 具体的 具体的罪 犯罪者承认 他首先要承认犯罪 那书千记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类的时候 讲到在神的面前犯的这个罪 耶和华小于摩西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 这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这里是没有具体讲 另一记二十二章里面讲的比较多 可能祭司 物 把这个会幕里面的圣物 这个工具 器具 拿到自己家里去用 圣殿里面 会幕里面的器具是 圣的吗 包括一些 祭物等等 圣物 拿做自己家用 就是这个俗的了吗 以前旧约里面是分 东西分别为圣 分别归给谁了 一个桌子本来就是普通的家里面的茶几 但是他如果奉献给神作为会幕里的用品的话 那个叫做圣物 不是那个桌子本身那个东西性质发生的变化 是跟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分离 归给神了吗 所以成为圣物吗 跟迷信里面 天主教那个圣物和我们 一般那个圣物不一样 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 从某种程度 我们圣徒也是一样 分别归给神了 就性质本身 就实际情况来看 我们不是完全圣洁的 对不对 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过犯 但是我们是属神的 基督用血买来的 我属于他 所以就不同于一般人 在上帝眼中一类是属于他的 一类是不属于他的 属他的被称为他的子女 他的百姓 属他的子民 被称为圣徒 圣民 这个圣是因着基督 分别为圣归给神 这个圣 不是指我们实质的那个圣洁的圣 所以前面是恩典 我们行事为人 与蒙昭的人相称 过圣洁的生活 这是与恩典相称 与身份地位相称的生活 因此呢 在这里面有的时候祭祀不小心 可能会犯那样的错误 比如说那个亚伦的儿子 不小心混淆圣鼠 把家里面的火拿来 去在地坛上要献祭 香炉 自己造的等等 自己造的香 或者自己点的火去献祭 就圣鼠不分嘛 这种祭祀会犯这种错误 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把 一些祭物本来是祭祀自己吃的 应该自己吃 不能跟老百姓 一般百姓 献祭的人一块分享的 比如说赎罪祭等等 是吧 结果祭祀不小心 失误可能操作 分享给了 这种在礼上 在圣礼上犯的错误 一般是我们称为 这个赎钱祭 虽然这个在赎罪祭里面 也处理 这是第一类赎钱祭里面 要处理的 那祭祀当他意识到这个错的时候 既然他犯了罪 这里加上了误犯罪 失误犯了罪 我们上周也谈到了 这种失误是不是故意的 如果明知故犯的话 基本上旧约是不给 很严的 不给赎罪祭 新约里面说 如果故意弃绝基督 或者是践踏神儿子宝雪 就再也没有赎罪得起 故意犯罪没有 这个原理是旧约来的 旧约来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设罪只是为那些 无意犯罪而犯罪的人 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警戒我们 不要故意犯罪 那回头来说 真的有人不小心 这个有的时候故意犯罪 其实基督徒有的时候犯罪 也是故意犯罪 明知故犯战的情况 难道就再也不给他机会了吗 不是 但是这个警戒 却让我们郑重 不要拿基督的宝雪 亲戒基督的宝雪 随意犯罪 这种随意轻慢的态度 罪本身是严峻的 但是这种轻慢罪 随意犯罪 这种性质更严峻 旧约里面在这里面说 是不给那样的留赎罪记 所以在这里是误犯罪 不小心犯的罪 总强调这个 然后给他们 既然有了过犯 所以我们上周也谈到了 不小心犯罪 无意识犯罪 不知道犯罪 但是那个罪就是罪 错就是错 我们意识到而已 不能因为我不知道 我就陶罪 我们之前老人家也说过 读那么多圣经有什么用 读了也做不出来 知道多了 做不出来 反而罪更大 无知犯罪就没有罪了吗 无知犯罪更没有希望 对不对 犯了也不知道自己错了 连改的机会都没了 这里面说误犯了罪 就有了过犯 犯了罪就是犯了罪 但是当他明白的时候 就要照着所固定的 这里面说到你固定的 是摩西固定 这里面几个俗前进里面 都提到了这样固定 这里面15节下半节 然后还有18节 也要按照你固定的 六章里面也提到了固定的 六章没有提到 但是会偿还 非法得来的要还给人家 那在这里面说固定的 就是根据他犯罪的性质 要判断他献上赎罪代价的 这个程度 献上什么样的纪物 所以要判断他的这个性质轻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透过固定这个行为 是提醒我们犯罪的这种严重性 根据这个固定的结果 要献上什么赎罪的纪物 按圣殿 赎克勒的拿银子 赎克勒严格来说是重量单位 赎克勒就相当于今天的十一克 十一克 那拿圣殿的这个赎克勒 按照圣索的赎克勒 这个计量单位拿银子 夺重的银子 然后去将赎罪寄生 就是羊群中的没有残疾的供养 这里面彼此类似啊 赎罪的寄生基本上都是公的 而且是绵养 而且是无残疾的 然后跟赎罪记差不多 签到耶和华面前 为赎罪 然后祭司按照赎罪记的 那个基本的程序 什么宰杀流血洒啊等等 然后为他赎罪 祭司为他赎罪 他的罪就得到了赦免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先谈到事案 这个什么样的罪行 然后再判断 意识到了罪 然后判断这个罪的信任 然后规定献祭的这个规格 然后献祭的方法 最后结束的时候是 既然祭司为他赎罪 他的罪就谋赦免了 其实你发现这个犯罪 到觉悟罪 到承认罪 到判定罪的性质 然后解决罪的方法 然后赎罪 然后罪得赦免 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小型的这个事实记一样 犯罪了 然后上帝给他们悔改 然后上帝赦免他们 然后重新复合 这样的一个循环 但是不希望的是 这个不断的这样的犯罪 犯罪犯罪 所以在这里面 基本上有个这样的结构 这是第一类 关于圣殿里面会幕的事 还有就是第二类十七节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 所吩咐不可行 神仅止的去做 这叫做过犯 上帝 吩咐应该做的没做 这是不急 然后吩咐 仅止不要做的 这个是过犯 所以当人违背神的命令 做了神所 仅止做的事情 无论是道德法 还是理法 都有了罪 虽然他不知道 但是还是有了罪 你看 主观人犯罪的人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有了罪 诗篇里面 求你赦免我 因而未宪的罪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我不晓得哪里得罪了你 但是主啊 如果我哪里得罪了你 求你赦免我 这个祷告很美 更美的是 主啊 求你照光照我 建成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心思 这个不是说上帝来建 让我 上帝知道 上帝不需要 上帝让我知道 当上帝光照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照明我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求主 光照我的时候 我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 是吧 约伯 他的儿女们 每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 他就担心他们犯罪 就提前献上各种的计 为他们祷告 免得他们犯 什么罪 得罪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 也应该常常祷告 有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日识不到自罪 读经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读经怎么读 读经的时候 像发掘宝藏一样 获得新的信息 渴望了解圣经的知识 这个都很重要 但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经 最重要的不是 透过什么圣经考试 什么神学博士 这个学位 这个最重要的是 喂养我们灵活 我们透过圣经 明白神的旨意 透过圣经与上帝相交 透过上圣经 我们一方面 获得知性的 这个层面 另一方面 圣经还能光照我们 像镜子一样 所以来到圣经的面前 主啊 圣经就是你的嘴 我要亲口听你的话 然后主啊 你圣经就是镜子 求你照我的灵魂 我哪里有什么 不和我主心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 在来到圣经的面前 就抱着一种被曝光 被指正的这种态度 你的话是什么 我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 去立志尊心主的道 这种心智去读经的话 他的焦点就不只是获得什么 这个圣经知识的而已 指引我这个走正路 我该悔改的地方 我该调整的地方 我哪里有不正确的地方 这个是让上帝来指正 这个是可以成圣的灵修读经的方法 所以不是匆忙的获取 按着某种解经的结构 获取一个标准答案 然后写在笔记本上 然后简单加个应用 然后OK 然后心也不动 然后就挺平安的 我这一天灵修了 与神通行了 神与我同在了 不是那样 更深的神的光 神的话 指出我的责任和本分 同时也指出我的亏欠 每一次遇见神的话的时候 又痛又甜 痛是他指正我 沉重是他告诉我应该做的 甜是当我真正愿意 降伏在神的话语面前 来自上帝那个守天的安慰 就给我盼望 给我立立好 所以在这里面 当人不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罪 问题是个人知道了 不知道自己有了罪 怎么办 他不知道但有了罪 他就要担当他的罪念 上帝盼到我们 不是按照我们主观 你知不知道的问题 做了这种错事 违背律法的事 这种事情 一旦做了 在上帝面前就是罪了 但是当事人本身却不知道 我们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这样 超速了 有的时候忘了看那个速度表 那个限速的地方超速了 或者说这个差了几秒钟 就这个1.5秒 这个闯红灯了 这个不是故意的吗 自己以为没事人 但是这个摄像头已经拍下来了 后来发通知 当然告诉我们 违章了罚款 5万 3万 4万 情况不一样 错就是错 主观的人没有意识到 他也是错 也是罪 所以也要照着你固定的 从羊群中 牵一只来 给祭司 这个程序都一样 至于他悟行的那错 祭司也要为他赎罪 必谋赦免 这是赎罪 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 实在有了罪 然后第三类呢 就是提到了更具体的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 再干犯耶和华 首先是定性 干犯耶和华 然后再临时交付他的事物上 等等等等 讲了一连串 那前面说干犯什么礼仪 那个事情 我们说干犯神 我们能理解 对不对 因为那是跟圣事 什么会幕 即生的事情有关 但是这是跟临时的事件 上帝特别说到了什么 干犯上帝 和前面摆在一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得罪人 就是得罪神呢 我们基督徒当然都知道 坐在小子上 就坐在我身上 那为什么坐在小子上 就坐在我身上 这个不管是坐在基督徒上 甚至不信的人身上一样 从造物主的关系 所有人都是他的行星样式 是吧 而且人和人之间 这种伦理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 接人带物 其实他就不是孤立的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事 从社会学上 可能是人和人之间 或者什么公约等等 但是在上帝的 启示的这个范围里来看的话 这个人和这个人 他们都是在上帝面前 神的形象 人所有的行为 都是基于上帝的 虽然人没有意识到 像亚当 第一立约的时候 行在神的面前 他顺服与否 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一样 亚当之后的所有的人 他们的行为 都不是个体的行为 都是在上帝面前的行为 所以他们所有得罪神 行的善 都是在上帝面前的 因此 我们和离婶之间的关系 在造物主面前 就不纯粹是一个 A某某人和B某某人 跟上帝没关系 我俩的事 不存在 只有我俩之间的事 你俩之间的事情 也是跟神有关系 第二 就是在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是神的百姓 恩约的百姓 每一个个体 都是上帝恩约的百姓 都是上帝的子女 因此在上帝与他百姓 立约的同时 上帝和他的百姓之间 当然是上帝 辅救的一种行为 上帝和他百姓就合为一 百姓的命运 就成为神的命运 上帝去救他们 咒诅你们的就是 我必咒诅他 攻击你们就攻击他 什么摸你们 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仁 等等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其实就讲的这个 所以恩约的百姓和神 就联合在一起 因此我们对待 每一个个体的时候 就不单纯是对待 另一个人的问题 直接对待的是神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谈到得罪灵舍的事情上的时候 上帝先交代了 其实灵舍得罪灵舍 也是得罪我 所以他就把说干饭烟花 在灵舍干饭烟花 这个事情上 包括会幕里面的 什么礼仪制度 也包括在社会生活 邻里之间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事项 这里面说 灵舍交付他的物上 拜托他看一下 交托他保管的事情上 无论是动物还是财物 委托给他保管 或是在交易上 彼此交利 这个什么二手商店 或者是之间有交换 贸易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就是 捡了一尸的物上 行了诡诈 帮别人看东西 说丢了 反正也不还 然后在交易的事情 短金炒两 或者是明天回头给你钱 死活就不来账 什么时候有这个事 然后抢夺别人的东西 这个就是暴力型 现在虽然不太多 但是这种抢夺 这种行为 在以前的社会是比较多的 还有就欺压临舍 欺负等等 打工的老板 如果是压榨你 多上班时间 五点下班了 下班之后还让你加班 加班也不给加班分 然后总给你一些私活干 不是公事 然后私事也让你干 白干 都这种行为 捡了一尸的物 这个比较熟悉 捡了什么交通卡 银行卡 电话 不还的 所以你发现这些都是非常生活琐碎的一些小事 什么意思 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 很重要的伦理是爱 公义 公平 正直 诚实 在看守别人东西的事情 在和别人交易的事情 在对待别人财产上 抢 为什么抢别人 前提是贪心 想占为己有 别人东西占为己有 然后利用自己的这种武力 或者是权力 总之就是用比较硬的手段 诡诈 骗神的是更软性的 但是是诡诈 总之用非法的 把别人东西占为己有 你看着的东西也好 你交易的过程当然也好 都是涉及到物质 所以这背后有什么贪心 不公义 不诚实 不正直等等 无论他犯了什么罪 都得罪神了 要求是什么呢 第一是归还 非法所得的 看着看着说丢了 其实自己密下了 然后非法所得的 总之要还 当我意识到这个是罪的时候 我要照原本的把不属于自己非法占有的东西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不但归还 如数归还 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不少啊 百分之二十 五分之一啊 作为这个赔偿 像违约金似的啊 有点 我非法的占用你了 不但原本一分我都没占 我都还给你了 行了呗 不行 还得加上 这个是肉疼的事情啊 可见这个罪是性质很严重的 不仅要还 还了就你不亏 我也不亏 反正你就算了吧 这个事别追究了 哪有那么多好事 先加上五分之一 要付代价 说明这个罪的性质 很严重啊 所以当人额外付出代价 自己原有的又被夺去了 以前是想 占为己有 不但没占到 反而还赔了 这个东西就让人感觉到痛苦 这个痛苦的过程 让人思想 罪的这种深重 严重性 上帝对待罪的这种态度 也能反映出来啊 也要照着摩西的固定 把书前纪献上 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 公民养 牵到严花面前 祭祀给他赎罪 祭祀在严花面前 为他赎罪 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了罪 就避谋赦免 什么意思 这三类 这三类 其实都是在神的面前 一个是涉及到什么 直接好像旧约礼 礼拜礼仪方面 其实另一方面 前面跟前四戒有关 后面跟后六戒有关 你发现十戒贯穿在 这些礼仪里面 所以仪式废了 十戒的那个道德要求 其实精髓还留着 人与人之间处理 上帝和我们之间处理 罪的那个原理 我们人与人之间 公义公平公正的那个原理 怜悯爱的原理还在 仪式废了 但是精神还在 有些罪是在神的面前 认一认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罪需要付代价 当然这个不是天主教 发展出来的那个什么 公书 好吧 你要几十三周 这个罪才能彻底 你去短期去 扑萨 或者是到哪去买赎罪件 或者是祷告多长时间 念经多少卷 超圣经多少件 额外的加 这些所谓的付上这样的 功劳 你才能够解决罪的事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一定要按照神要求的 线上 五分之一 那这个赎假 就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赎罪的其中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 和基督的事工来联系起来 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 说到他是我们的赎前纪 背负我们的重担 为我们 我们以为他被鸡打苦呆了 实际哪知道他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为我们很重要 基督完全无罪 为了我们 道成说是 不为我们的话 他没有必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圣诞节 我们不是说过不过节 圣诞节这个本身 圣诞这个事情 又有喜乐 有人欢呼 有人有欢呼什么 弥赛亚来了 我们有希望了 忧伤什么 我们的罪 竟然害死了 弥赛亚 他竟然为我们的罪 他来就是为了死 那个在 英孩 是吧 耶稣 他来就是为了死 我们出生的时候 妈妈 爸爸给我们 起的那些 宏大的 美丽的 老一辈是什么 二骨 二鸭 什么花 什么什么什么 可能有点土 现在都是取好听的名字 虽然最近出现一些 奇怪的名字 什么英文也出 A 什么B 什么也奇怪的 但是 第八十年代吧 现在也有些 父母 取名字是比较强 虽然加上封建 迷信 什么 找一些大师 为什么 都有期待 基督来 就是为了死而来的 为了上十字架 为了什么 透过他的牺牲 买出我们 所以 耶稣降世这件事情 对于一些人 是喜乐的消息 对于另一些事情 是 他背后有很多的悲惨 作为底蕴 他付上的那个牺牲 那个代价 才换了我们的希望和平安 是不是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 被遣杀 遣到宰杀之地 默默无声 他自己付上了 不只是五分之一 他完全的那个代价 那个代价就是 他自己神儿子宝贵的生命 死了一头公羊 那个价值可能按现在来说 几百块钱是吧 大概有几百是吧 韩国可能是二十来万 十几万能买一头羊 人民币一千两千 特种的羊我们不知道 但一般的来说 但是上帝的儿子 那个无限的生命 他取了人性 在人性里面 献上了那个无限的 神儿子的生命献上了 那个代价就极大 可见这个罪 对上帝的冒犯那种无限的 对无限上帝的冒犯 造成了这种罪的性质 是无限的邪恶 因此要买受这个罪 要付出无限的代价 而上帝的儿子 就付上了这样的宝贵的 无限的生命的代价 没有别的 就约所有的 所罗门先生的几万只 几千牛 加在一块合出来的价值 都不抵耶稣一滴血的宝贵 为什么 那是没有办法用这个 经济血 用物理血 用数学去衡量的 他的那个价值是无限的 是足够的 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 可以支付 所有我们欠下的 过反的代价 所以就耶稣基督的 这个赎罪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需要额外做什么东西 好像补偿 补足 耶稣救赎的这个缺乏 99.9% 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 OK 剩下那个部分 你也别站着 剩下0.1% 你自己来做吧 不是的 百分之百 但是就 这是基督为我们赎罪 所以新约圣经里面 先知书里面提到了 很多基督的工作 都是指向 他是我们替罪的羔羊 赎罪的 是我们大祭司 他把自己献上 他为我们赎罪 洗尽我们罪前 我们罪 虽如猪虹 但是他却必洗尽我们 如白血 旧约里面的 所有献的 那个寄生 寄物 救赎 动物 性知本身 那个动物是没有办法 赎我们的罪的 它只不过是符号 圣礼 象征 它指向一个实体 就是基督最终的献祭 一次献上永远的祭 西伯来书做了全事 所以对于我们 我们可以在他里面 得到罪的赦免 因此我们靠着这位基督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信又活的路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礼拜的时候 悔改的时候 都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不是靠着 你看我最近活得挺圣洁 所以我可以不用靠耶稣来了 我直接来到上帝面前 直接被击杀 任何时候 我们不能直接朝见神 仍然需要靠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 我没有办法 凭我们的资格 我们努力成圣 假如说 达到了70% 可能在这个全球的 基督徒里面 是第一名了 但是那样的人 来到上帝面前 仍然是 我是个 看很可怜 我个罪人 主啊 看很可怜 我个罪人 仰望基督的恩典 来到神的面前 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功劳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价如牧师讲到 这个称义 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结束的时候 就谈到称义 是讲到那个 我们行为的性质 即便我们努力行的善 我们这个人被神称义了 罪得赦免被称义 被接纳了 神称为我儿子 那我们这个人 努力顺从神 所行的善 什么仰望 这个默想 永生 攻克己身 背识的架 否认自己 轻看今世 等等 我们为着神 所行的一切善 他仍然不完全 所以仍然需要 基督的义 我们所有的行为 都不能成为我们 获得救恩的功劳 因此称义 在那儿 基督徒生活结束之后 讲称义 实际上是告诉我们 这个行为 也是称义的果子 他本身也是神的恩典 上帝借着基督的缘故 才悦纳我们 这个不完美的 奉献服事 换句话说 我们讲完基督的救赎之后 我们讲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有些罪 是直接冒犯神的 心里面骄傲了 悔改就好了 意识到自己骄傲的时候 承认自己主啊 我骄傲了 求主给我恩典 在神的面前自卑 然后对付这个骄傲就可以 也不用像谁什么 给小明五万块钱 对不起 我骄傲了 假如说我的罪 只不过是冒犯神 没有做出来 没有产生对别人的伤害 影响的话 跟神认就好了 我以前听过一个 我服侍的很多年轻人 然后有个比较诚实的人 然后那个心里就见了 这个异性有反应 对付挺认真的 然后跑去跟那个对方说 哎 报应 我见着你就又试探 什么什么 没必要 那个搞得两个人都挺尴尬的 下次见着这个小子 或者那个弟兄 那个人可能是有点 这个像见了色狼一样等等 或者是现在的概念 可能就变成有点变态 那个性质了 当时他是比较诚实 我发现他就 那我说那个事情不必要 心里的 别人都不知道的 自己跟上帝认就行 对付就行 不必要去公开认 或者说等等 没必要 所以在这里面 赎钱记很强调 一个是付代价 要偿还 要额外的支付 那有些罪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种误解 只要认就行了 其实有些罪需要付出行为 比如说我们多年前 跟某某人关系 打了一顿 这个关系 搞得特别 韩国话怎么说 给叛三我 闹得很僵 那好了 有一天我信主了 悔改了 是吧 跟神 上帝都赦免了 但心里面总有一种不平安 想起那个人 祷告的时候想起那个 耶稣不说了吗 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谁 向你还原 不是我还原谁 是别人还原我 因为我别人在那里 心里过不去的时候 先把基督放下 与他和好 这是什么原理 不管是主啊 在那 对不起 我想起来 我得罪那个人 上帝赦免我 然后就继续献祭 不是 得处理 有些东西得处理 关系要复合 造成伤害 都要赔偿 去解决这个问题 撒该不实那样吗 是吧 耶稣也没说什么 来了 他就受不了了 主啊 这个 我若得罪了谁 我就偿还他多少倍 超过五分之一啊 四倍是吧 是几倍 超过五分 为什么 太痛苦了 知道自己 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 可能是收税的时候 骗了别人 十块钱的税 他就收人九十 然后那八十块钱 就猜资了 心里受到这种 谴责的时候 赶紧处理这个罪 让良心变得偏暗 是吧 他宁可多付出也愿意 这是一个悔改人的态度 他伴随着这个行为上 伴随这个赔偿的 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的时候 读那个圣经的时候 虽然这个排的电影的时候 是把墙里面的一个洞里 拽出了那个墙的袋子 分给当现场的那些穷人等等 有些事情你不能把钱 扔到教会风险箱里就完事了 是吧 分给穷人 骗谁的要还给谁的吧 坑谁的要还给谁 第一是还给这个 我曾经非法占取别人的东西 另一方面还加上五分之一 当然这个概念不一定 你现在要再加上20%赔偿 可能当时你骗他了5000块钱 如果按换算的话 现在可能 那个时候5000 可能相当于现在是5万了 那你还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不能十年 二十年前你见人 见人一万 你现在还还人一万 现在一万已经变得毛了 对不对 那个价值已经低了 对不对 很多的罪也需要我们今天去付出 实际的去改正 去修正 当我去用非法的行为 去剥夺别人的财产的时候 那第一的反应 除了在神的面前对付 认罪 悔改 赦罪 那另一方面还要偿还 如果他还活着 如果还能够有机会见到他 要偿还 甚至可能支付一些相应的 这个什么 汇率上的差额 或者是利息上的差额等等 这是表达我们 对这个悔改的实际的行动 所以在上帝面前 有些处理的罪的方法不一样 不是说广是认罪悔改 这个悔改 只是口头上悔改而已 要复杀行动 比如说还有一种 有人这个 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比如在公司里面 总是这个偷公司的这个钱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干私活 当他被光照的时候 那他要终止这种行为 你不能说 主要顺便我这个罪 今天又干了这个 明天继续干 主要在顺便 是吧 要改正 所以悔改包含着 这个离弃那个错误的行为 然后离开那个错误 同时要为这个错误去修复 付上相应的代价 所以真实的悔改 一定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 有些是单纯的就是悔改 这个告白就行了 上帝就赦免了 但有些东西要去处理 后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什么这个婚姻破裂了 离婚了 搞不好离婚了 当你年轻的时候不知道 稀里糊涂的这个离婚了 给对方也造成很大伤害 孩子也造成很大伤害 然后有一年这个听到 明白过了 当年自己的错 那他就得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复活 不能说主要我赦免我的罪 在事情的状态当中 人都是这个脑袋 都是单线思维 所有想的是赶紧离婚 赶紧挑离祸害 赶紧挑离祸 中魔鬼的剂嘛 等一定承担下来了 才开始发现 我自身有问题 对方跟我好的时候 然后对我的苦 我如何对不起他等等 就能够复合 毕竟有孩子嘛 两个人生了好几个孩子 然后以前结婚的时候 其实那个弟兄也不是很富裕 当然有感情了 没有感情过那么多年 是不是 那么困难还跟着你 是不是 孩子等等 我说你冷静冷静 可能会好 不停 就上满了弦 要想着 这个再找一个 什么意思呢 当时错了 当他发现的时候 要寻求悔改 有些东西 可以修复的修复 修复不了的 没有办法 正常的话 上帝光照我们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醉的时候 就有那种倾向下 去处理这个历史的问题 这是正常的悔改 甚至自己可能勾起一些痛苦的回忆 也愿意去面对那个代价 去修复 这种悔改是正确的 但有的是已经灵魂两方面都撑加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比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曾经坑过别人 害过别人的等等 尽可能去尝试恢复 去赔偿给别人 没有办法 对方已经不在了 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没办法了 对不对 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找 所以不是所有的罪 只是嘴上告白 主啊 赦免我就可以了 如果可能的话 路上代价去修复 这样的话 平安祭的那个福分 才能临到我们 所以你发现 整个武器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礼拜神和上帝 已经进入恩约里面 已经成为神的百姓的 这样的人 他也会不知 你看所有的罪 基本都谈到了不知嘛 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犯了 当他想到的时候 怎么解决的问题 上帝早就给 准备好解决方案了 按照上帝教导的 那个恩典的方式去处理 有些是让祭祀去赎罪就赎了 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付上一些代价 至少每一个祭物 都有什么面 鸽子 斑鸠 或者是牛羊 是吧 罪的性质不同 先生的代价也不同 然后不同的经济条件 能力不同 要求的代价不同 那关于罪的问题 今天我们献牛羊献面就没有用了 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也没办法输 因为基督已经输了 但是这里面的原理呢 有些东西我们 亏负灵舍这个层面 不管是在神的面前寻求赦免而已 还要去尝试这些 偿还人家的经济损失 我已经骗了别人 坑了别人 或者夺取了别人 占据了别人 要归还 甚至是加上一些适当的赔偿 这是原理 那这样的原理呢 涉及到罪的层面呢 我们对上帝的冒犯呢 这个没有办法用物质赔偿 所以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班级 基督成为我们宿级 成为我们的平安级 成为我们的赎罪级 也成为我们赎钱级 我们得罪上帝的永远不可能 你说我 我仅时四十天 那个我作为赔偿还给你吧 或者是折合成韩币多少钱 我投到奉献 我这个 那个没有用啊 因为得罪神是属灵的事情 冒犯神这个属灵的事情 我们用任何他所造的 或人工造成的东西 都不足以抵消这个罪的问题 所以只能仰望基督 基督成为我们 完美的输罪级 但另一种呢 我们对人的得罪的时候 这个涉及到物质的东西 不管是我在神的面前 解决属灵赦罪的问题 那对别人物质上 精神上遭受损失的这个方面 想办法去弥补 这个方面 我们常常去忽视啊 好像所有的罪 只是认罪就可以了 有些东西需要去实际去 去修复啊 闯祸容易 修复难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需要很多的勇气和决心 然后修复的时候 寻求对方的饶恕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 可能更长 但不管怎么定 只有适当的去 做出相应的去补偿 修复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 才能彻底解决 圣经里面教导很多 看似我们先赦免别人 或者是先获得别人赦免了之后 我们才能得到赦免 那样的 主道文也是教的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免别人的债 不是我们获得饶恕的什么功劳资格 但是神要求我们 想获得神的饶恕 先人与人之间和睦 先寻求别人的饶恕了之后 没问题了 祭物才被冤纳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今世上生活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各种类型的过犯 要想持续地跟上帝保持这种和平的计 虽然这个和平是基于基督换来的 但是常常我们单方面去破坏的时候 如何去修复呢 其实圣经里面五计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 如何除去罪 重新与上帝和好 如何消除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罪钱 然后从而获得与上帝的这个平安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家庭也是这样 两个服术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复杂情况 以后找男朋友结婚 包括我们这个教会等等 任何人聚集在一起都会有摩擦 不一样嘛 而且我们都有个性 都有罪嘛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要想持续关系 一定会经历什么紧张 然后和解 紧张和解 紧张和解 对不对 所以这是正常 不要觉得奇怪 啊 闯了祸遇到问题就躲掉 不要 不要 借着这样闯祸恢复 我们自己也学习神的恩典的机会 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去接纳那些 伤害我们的人 或者是怎么去这个谦卑下来去寻求和睦 这个本身其实我们也在成胜的过程啊 这样学好了 等有一天结婚了 那两口子之间关门里面 听了狂乱的那个事情 慢慢的也会发现 这样继续打下去 没有什么结果 离婚吧 两拜就像 还得继续处理 圣灵始终是捆着你俩 往着那个和睦 和睦吧 又对方好像看得 这个不值得爱 不值得饶恕的样子 总之就这样的过程当中 开始学习 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去接纳对方 这个我们就成长了 实际上武器里面 包含了什么呢 福音和礼拜 福音是我们与上帝 上帝给我们做了什么 他如何赦免我们的罪 礼拜是我们如何 在神的面前生活 这个生活是直接跟神的 礼仪方面的 还有就是跟灵舍的 这样的话 其实这种精神 包含着实戒的这样的精神 实戒是我们的 完美生活的规范 我们应该向那个标准去发展 但是问题是当冒犯实戒 做不到怎么办 武器就在这兜底 给我们处理这个违背 实戒所带来的 过犯和罪恶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武器 是给我们一种 什么太空抚养 这种安全装置 保护我们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如何去修复 医治与整理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一个作为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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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